韓國六號請加油 謝謝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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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 因為韓市長他公開呼籲 支持他的人不要出來投票 我想這可能要請大家下來調查看看 這是否有違反選爸爸 因為 怎麼可以公開呼籲大家不投票 因為有些公無同仁 或是有些在外地的一些年輕人 他們現在都有一個疑慮 因為他做這樣一個公開呼籲之後 可能有一些家裡面的父母還是韓粉 可是你兒子突然回來說要投這個投票 本來應該秘密投票 我應該同意或不同意 是我要在投票所那一瞬間我來做決定的 可是你這樣之後就變成是說 你回來投票 韓市長都說叫你不要回來投票 那你一定是同意罷免的 對不對 那這個東西就會造成 這些人極大的一個心理困擾 台灣民主走到今天 我們應該要尊重多元的民主的自主意願 你不管是同意罷免或不同意罷免 甚至你不出來投票 本來就是你的這個自由 可是這個自由不應該被政客操弄 所以我們這個還是要講說 這個6月6號還是要鼓勵大家一起出來投票 這個心經當中完全的 完整的呈現出了韓國瑜市長 就職一年多當中所有高雄市民心中的痛 那這樣子一個心經呢 並不是由高雄市政府自己來做整理 反而是由網友來做整理 可見韓國瑜對於他所做過的這些事情 他一概不承認 他也一概不回應 反而是由網友 還有我們一般的這個常民百姓們 對於韓國瑜所做的事情 非常非常的了解 所以我還是要呼籲 今天這個國瑜心經出來 把韓國瑜市長得罪高雄人 他的罪狀的舉例出來 那市長才有最後20千的機會 你可以針對這個心經一一的來做回應 你也可以跟高雄市民道歉 有非常多的選擇可以給你 但是不要再用這樣子一個呼籲 韓本部投票製造恐怖的方式 來對待我們高雄市民